朋友聊四季 天天多更新 大家好 我是Ryo 只要來看哥德人對上朝鮮人 那這場比賽是天梯阿拉伯地圖 好 我們來看一下藍邦哥德 哥德人最大的特色是攻擊野豬死傷害很高 那這個能力通常是用在黑森林的時候會比較有用一點 如果你一早期就想去外面吃野豬的話 可以拉4到6村 甚至8村直接去外面打野豬 那通常你這樣子去拉村去拉豬去打野豬 8隻村民直接騎發就可以直接射11隻野豬了 通常黑森林的野豬都特別多 所以哥德人這個能力是在黑森林比較常用的 阿拉伯的話沒什麼感覺 那除此之外 哥德人的步兵 蛇扣是非常多的 16-15 6-5折 直接點了35%的一個折架數 所以哥德人打後血步兵很強 那本身呢 哥德這個文明是比較推薦 弓箭打弓兵或騎士 在團戰你玩到哥德人的話 如果你是那家就建議去打這個騎士 那如果到了外家的話 那你就去打弓兵 都沒什麼問題 那哥德人的話 到地龍時代還是打步兵比較好 畢竟這個步兵的造價時代太便宜了 那除此之外 哥德還有這個比較強的火槍系統 那如果步兵 打甚至打不贏的情況下 還可以出這個火槍 那有虛刻之對手 那曾經和言哥德 算是比較難上手的一個文明 那他比較特別的是 有這個210人口 到地龍時代有210人口 所以多這10人口 可以出更多步兵喔 去用數量夾之對手 而不是兵的這個單兵的能力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超限 超限這個文明是打塔弓 前期比較有優勢一點的 如果假如你打4個人或5個人出去插塔 那家裡挖石頭的村民 只要2到3個人 甚至4個人 2到4個人之間 那如果你是狂插的情況下 4個人比較穩定 3個人也OK 但是如果對手跟你對插的話 他要花的村民會更多 需要花到5到6個人 否則有點太誇張 如果是一直連環塔 一直插的情況下 那如果是插的端正續續的話 也大概3到4個人 通常可以贏1村 1村左右 那超限的塔弓的話 其實沒有特別強 他只有這個免費劍塔升級 但劍塔的一個數值 並沒有比較高 像日本啊這個劍槽 劍槽夾 加上他的銀罐 這個劍死數量會非常多 但超限的話 就單純升級方面會比較簡單一點 好 那超限出之外 這個軍事單位 有這個木材減免 像是出工兵啊 或者是疾兵 這類的單位 需要木材的話 會有一個不錯的減免效果 那工兵來說解免最多應該還是瑪雅 那超限的話 這個比較可惜 他的這個解免效果是沒有包含工程器的 並且工程器也是需要大量的木桶 那整體而言 我覺得超限算是 比較難玩的一個文明 因為他的打法不像其他文明一樣 單純出強奴 馬彈車就會搞定一切的 好 那就來看一下這裡 可以選手車沒射到 那 這位選手是MBL 稍微來講一下MBL 這位玩家 MBL應該大概也知道吧 他是跟小恐龍 好像是夫妻了嗎 還是情侶 其實關係我不太清楚 那他們之間有一罐 愛情的火花吧 就是他們常常在一起打天梯 那MBL本身也算是 蠻親民的玩家 他也不太排斥 跟台灣人一起玩遊戲 我個人也蠻喜歡他 他非常親民 那MBL他最近分數算有點往下掉 但是他最近又有點 再往上打上去 他最近真的是有點慘 但是 目前分數又穩定下來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雙方配置 這邊配置是配到石墓 跟我們的教學一樣也是石墓 這邊一樣四個人吃過 然後這邊挖黃金 欸 哥德爾這邊是打工兵啊 那這邊朝鮮也是打工兵 兩邊都是工兵開局 我們稍微加速一下 看一下兩邊的一個工兵怎麼通脹 這邊也是配石墓 有一村去蓋防守 沒有拉虧 可以從射箭場補一個黃金 這邊哥德爾變成石墓而已 這邊回石墓 這邊沒有圍 那這兩邊一擊射都點下了 封兵開始慢慢往前壓 那哥德爾這張圖有點尷尬 他這個金礦有點太上面了一點 這邊不好守 這邊就算圍死了 也是離的有點近 所以這邊如果插箭塔 或是插個城堡 還是容易封鎖到這塊主金 而且這邊又是高地 所以沒有先把圍牆蓋在高地上 就有點危險 好 那稍微看一下其他金礦位置 金礦都在外面了 所以如果主金被封就只能往外跑 朝鮮這邊也是差不多 這邊也是有高地站 也是蠻危險的 只要被對方插城堡強壓的話 就很難打 哥德爾這邊稍微修一下操作 這邊走進來 直接看到村民在蓋牆 但是應該來不及了 村民直接被貼著射 邊頭反擊一下 殞命 哥德爾毛兵出來 但是這邊其實剩兩滴血 哎呀 赤猴直接死去 但是這邊哥德爾已經沒有赤猴了 所以應該是跟對方赤猴打 通常都是這樣子 好 這邊工兵回來救一下 直接包抄 應該沒什麼問題 收掉 再收掉 欸這邊卡彈 欸收工 抱歉這邊 有點有點慘喔 工兵全部送光了 但是有抓到一村蠻賺的 好 後面這邊不知道來不來得及 唯得好 這邊再繼續把牆補完 但是田已經撒得蠻多的 哇 這邊已經撒了很大一片田 十片 這邊還要直接遠端吃辱 三個人去吃 那裡的農田越補越多 來到十二片田 好 那上面這邊 直接補一個房子 快補 唉唷 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 再敲個幾下 OK 應該不會死吧 很極限 好 那這邊毛兵要繼續按喔 那這邊按的是工兵 尾尷尬 對方的毛兵 跟工兵出來有點多 要馬上趕快補這個毛兵出來 好 這邊直接開個洞 走回去 哥哥這時候已經點下了這個輪走技術 所以村民術會有差距 那這邊先城堡時代的先前 就點這個輪走 經濟就會非常好 好 這邊也稍微為死 這邊先走出去也沒辦法 可以稍微秀一下 那MBL這邊的目標 是要先打對方的工兵 工兵拿下來比較穩定 哇 有點歪 好 家裡看起來也快要上到了城堡時代 那這邊是想要蓋四季買一下肉 上城堡 這邊挖技能太多了 這個基因是有點 是要打雙射箭場的黃金樹 那這邊是單射箭場 但有可能他本來就是要挖金上城堡 好 那哥德爾這邊是率先點到這個城堡時代 這邊肉的配置更穩定一點 過頭量是OK 十個人 在高地蓋了一個馬丘 看起來哥德爾城堡要打騎士 填下一擊絕金 OK 那朝鮮確實要打雙射箭場 雙射箭場應該就是要直接出奴兵 直接打一個奴兵壓制 確實朝鮮打奴兵也OK 有強奴 而且還有這個木材減免的效果 好 旁邊點下了一擊農田 這邊直接再抓個一村 這一村本來是想幹嘛 前置塔嗎 結果只被抓死 哎呀 有點可惜喔 好 後面這邊光兵再過來看個一下 對面毛兵也走得過來 好 吃到這裡有怪怪的東西 炭三隻弓兵落單 好 這時候哥德爾的一擊馬開點好了 這邊稍微回頭射一下趕快跑 好 不敢打不敢打 趕快在跳恰恰 直接貼上 死去 好 第一時間先把弓兵收掉 欸 這隻不空 控下 控下 哎唷 居然活下來 好 這邊毛病直接閃陣跑開 全部都殘血 好 但是又回來送禮博 第一時間哥德爾開始出騎士 好 等一下 補下了TC 喔 三TC 瞬間補上 哇 這個TC 蓋這個位置 好像也可以啦 畢竟在主晶旁邊喔 還是需要TC來防守一下 好 超前這邊是選擇單 雙TC開局喔 沒有馬上補上3TC 這邊有點卡人口 補下二級伐木跟二級射 那這邊二級農可能也要早點補 因為這邊二級農不早點補的話 只有一級農 但他一級農已經太完 上了 跟這個哥德爾一樣 兩邊都是城堡抽才點 如果他要經濟好一點的話 二級農這個時間就要點了 有有一點 OK 好 那這樣MBL經濟就不會太差 那哥德爾這邊也是喔 要趕快去點這個二級農 畢竟自己也是吃肉的文明 木材有點不太夠 好 3TC 開始運轉 第一時間是先補下了BK 在家裡的位置 看到弓兵 哇 弓兵可能要直接射11隻 點射 哎呀 射到 10隻弓兵 開始給壓力 大雪補在後方 彈道雪 看來是要第一時間出 所以沒有先蓋一下TC了 啊 直接撒田喔 不等二級農 哇 欸 哥德爾這邊是決定二級農不點了嗎 不點的話這邊農田 消耗量可能會有點大喔 好 那這邊稍微調配一下經濟 那六隻村民 直接把伐木的拉走 避免被射死 那這個算是有一點 高端的配置了 因為通常我們都會把肉存多一點喔 避免斷存 但MBA 欸 Jordan這邊是選擇了3TC極限肉 但他這樣的肉可能真的會有點小小斷掉 這個打法比較不建議喔 但是他這樣子不會存太多肉 可以馬上轉出其他資源 好 那這邊MBA了喔 應該待會有黃金之後 會補下這個彈道雪 OK 彈道雪馬上補了 二級農也按下去了 好 再出個修道院 但這邊要減銀劑有點困難喔 可能是 只是要稍微防守對方騎士的出現 因為自己出頭子測 對方會很理所當然喔 去按這個騎士出來 稍微砍一下這個頭子測 這就是反制你的反制 我先預測到你可能會出什麼 然後我自己也出什麼 對了 一頭車 打一下 唉唷 很可惜 幫我補一下血 讓這騎士回來 要砍什麼東西喔 OK 那MBA了 這邊點下了地上個TC 聖旅可以招一下嗎 這TC距離都滿近的 我以為他會開在這附近 但這裡不能開啦 這裡是高地 TC開不下去 快點就打到洞了 好 但是這邊是一個高地 打TC有點方便 第一時間想要殺村民 但民殺到結收村 反應非常快速 這邊稍微有一個 投出來的高地 還在打TC 這個TC可能會有點難守 但是Judan這邊 有存了三台投車在這裡 防守方面應該是 能操作這裡所有的兵 應該沒有問題 三台投車的話 對手就不好躲掉了 打到一下殘血 到底直接砸掉 OK 再出來一台回頭砸一下沒砸到 回頭砸一發直接砸中一台 但是其實出來解掉 這部解釋不錯 趕快往後拉 後面有勝率 哥德爾這邊村民差距打得出來 現在領先15村 15村 對上62村 村民越補越多 農田也越傻越多了 這邊時間對NBL算是比較緊迫的 這邊不敢會把傷到他的經濟的話 NBL可能會出大事 跟哥德爾最強的地方 就是他的帝出那一波 帝出那一波突然直接兩百死人口 然後兵很多 會很難打 而且朝鮮對抗步兵的方式也沒有很多 打騎兵的話用攻兵而已 打哥德爾衛隊還是要靠火槍 所以朝鮮這邊能選擇的方式並不多 不然就是打騎士 但騎士也沒三防也沒有平走 所以打到後面的話NBL可能還是會虧的 打步兵也沒有特別強 也沒有三攻 所以這邊NBL選擇一部強攻路線 要決定 當到對方的一個經濟 所以這邊補一下領獎 城堡開在下方這個位置 OK 但是這邊騎士補了過來 身旅撿遺跡 然後把遺跡放下 第一時間去招翔對手的騎士 招到了一隻 但是這兩台頭車可能要補妙了 城堡蓋好補了一箭 哇 把一隻燒殘血 直接拉走 這也是魔防 再補一下農田 農田機灑得很快 但上面這邊已經頭車越來越多 這邊再打一波 唉唷 還是要砍爆了 沒了 頭車砸光光 唉唷 砍死 剩下4滴血 好 但是上面這邊頭車 數量還是有點多 這邊稍微修一下操作 換掉了一台 但是三台頭車給壓力還是蠻大的 所以這個遺跡沒有撿回去 一定可惜 我以為對 還在存數量 負位技術一點下 但是現在被斷金了 沒辦法上帝龍時代 這個時間可能去外面挖野金了 好 下面開始在挖了 OK 野金趕快挖 然後後面補下更多的軍營 要來反擊這一波 哇 MBL真的知道季棍打帝王 開始大爆兵了 車數量越來越多 但是沒有拉村民來修 唉唷 後面拉了一千塊 哇 這邊後面 很強勢 頭車出來 砸了一發 哇 一換二 鑽爛了 我們再砸一波 噢 直擊 換掉兩台喔 很棒 可以脫緩喔 好險這邊進攻 哥德這邊木頭還是有點太多了 這邊村民可能要趕快拉一下 拉到下方這邊去撒農田 不然這邊喔 可以趕快跑一下 這邊村民有點太多了 二十一村 唉唷 打掉 原MBL龍的圍操還不錯 這邊直接來插一個箭塔 那已到了村寶時代的關係 所以這箭塔直接折到了防衛箭塔 好 哥德點下了補正斧狀態 這個能力點下去之後 就可以再均勻產生哥德衛隊 但如果想要產哥德衛隊的話 有點尷尬 因為目前MBL已經產出了非常大量的騎士 而且還有二防了 所以看哥德衛隊效果其實是很不錯的 我們要來拆到修道院 或是對方生產防擊嗎 但是這邊各的衛隊出來 請超而出 直接開打 瞬間收掉了第一台 從頭子車 收掉之後就回撤了 我們要繼續硬打 這樣還是夠多 就十二層層的單位而已 OK 直接把兵打出來 要兇啊 不兇 直接撤退 MBL 要再出逃難了 軍營又繼續補 好 再補一下 後面有更多的軍營 補軍營 再跟軍營 再嘴巴 再攻給 IT 只要再發兵 來回應 再攻擊 屬於 還有一場 吩咐 的 吐咐 高 這 就是 Ped雷 哇 已經被踏了2PC 這裡大怪有20幾片田 已經本重了 哥德農田樹下降非常多 左邊這邊撒農田 結果撒一撒也被封了 至少30幾片田都被封了 但創棉樹一直有在維持 大概還有211吋左右 哥德這邊真的很難打 哥德真的是要這樣打才可以 要真的能打得贏喔 一定要這樣子防守 他趕快蓋城堡防一下 烏龍田才有機會 哇 地上1PC比較沒了 左手直接打掉 哥德衛隊上來騎之怪防守 哥德衛隊進1PC 回頭再找一下 可是找不到 不定員 哥德衛隊數量是6隻 有點少 這邊打起來已經輸了 所以3位還是比較多一點 好 那 朝鮮這邊已經點下地龍的時代 哥德這邊離上地龍還有一段時間 還非常遠 但是下方這邊已經開始種出 不要做農田喔 TC也往外開 之後也往外挖 但是這裡有兩隻馬戰車過來 大家可以看到 來 戳一下幾滴 26滴捏 哇靠 哇 常常兵戳馬戰車很痛喔 底下26滴 好 這邊還補下地龍時代 各位的衛隊 推防一下 哎呀 哎呀 燒走了1隻 但是這邊過兵過來砸一下 哎呦 有砸死哥德衛隊 這應該算是被砸 可能老時候會死1隻 好 這邊過兵沒事做 先來拆對方的建築物 在這裡還有一隊 全隊想要來騷擾 但是這邊到處都有城堡 有點危險 一路射程放鬆 那你可能會直接暴斃 包地堡很痛 這邊也是 這邊也有城堡 哇 到處都是城堡 各位的衛隊不好騷擾 這一波常常兵兵上來應徒一下 能捕到東西嗎 後面有攻兵再輸出 攻兵射 常常兵輸出很快 但是這邊的騎士大部分都彈血了 OK 以上兵龍時代 好險點出了化學 看來要整個槍兵出來了 那這邊馬戰車也是 但是 稍微補一些 還有一些騎士過來騷擾 這邊也有收村 這邊步兵回來救一下 這邊哥德威隊直接出來收復司徒 哎呀 這一波突然被打回來了 哇 這一波軍力撤退有點可惜 沒有再進行深入傷敵 過的時間有點太久了 這邊可以考慮往下面殺一波 但是這邊步兵越來越多 其實不太好打 好險經濟雖然跟哥德爾差不多 不用時代領先了一些 但是目前越來越難打了 這邊出強奴可能也打不太一 這邊加零電話可以收復了 土進也可以拿回來了 農田可以慢慢補回去 哥德爾開始前幾天良好 強奴 這邊奴兵直接被收掉了非常多數量 一隻 喔 完了 哇 這個經濟 起飛 各的支援都一千 無戰斧 哥德爾精銳 完美 來了 哥德爾最強司機 哥德爾第一出搶無敵 210人口 直接爆了一波 撐下井噴之後 軍銀的生產速度增加100% 超高速度 那這邊MBL只能全力防守 但是工兵太可能擋得住 轉出火槍 這邊想要外擴這個附金 但是附金已經難守住 啟是怪想要守 火槍兵在後面輸出 輸出量太多了 復兵還 就是這麼一回事 怎麼擋 撐不住 我們有城堡在射 算沒有關係 復兵三攻點像 分級防目一點了 分進速一點 OK 那這樣 復兵雖然會來到一個高峰 我們搶給一波 騎士復敵 長槍兵 長槍兵直接戳了進去 把這些騎兵步道不要不要的 哇 這邊軍 這邊射箭場直接被射爆 砍爆 直接補下了城牆 也守不住 完蛋 唉呀 這邊直接繞了一波進來 砍個一波 我們這裡有騎士怪防守 這一波損得還不錯 但正面這邊也是有步兵 馬戰車的戰鬥兵 打到戰鬥克的衛隊 他們這一波步兵 應該是要被騎士給解掉 正面這邊 這邊有個敵口戰 但這邊各的衛隊打 火槍兵傷害好像有點高耶 是我的錯覺嗎 雖然對火槍兵 本來就是有額外傷害就是了 哇靠 哇 一刀二十滴了 喔 二十二滴耶 哇 這麼痛喔 哇 一刀二十二 兩刀砍死一隻火槍兵 火槍兵還沒蓄起來之前 就已經斷金了 好險MBL這邊能不能擋住 各的衛隊的進攻 看起來是沒辦法 後面這邊也被騷擾 直接搜村 經濟直接爆炸 上面也是 哇 這邊哥德威隊直接無視城堡 直接貼了上去 喊包入這些單位 那邊也有完全斷資源 完全都該這麼大 這邊MBL打錯了繼續 這就是哥德最厲害的地方 雖然沒有三防 但是可以利用這個經濟 大量的軍營 直接緊噴 淹死對手 城堡也可以無視 巨鏡頭時機慢慢來也沒關係 反正用兵直接淹進去就了事了 火槍兵出場的時間有點晚 但也有關係是因為自己騎士出的有點多 畫面也已經沒有時間挖 那他這個基因也是蠻尷尬的 在這個位置 所以確實也不好挖起來 這塊基因也沒有挖得很完整 沒有太多時間可以讓他挖出來 如果有大量火槍的話可能他有機會 但自己也要轉出一些步兵 當前排肉盾 不然這個疾兵 加上這個哥德衛隊 真的是擋不住 這樣子海量煙管 來看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哥德這邊應該是比較好一點 木頭跟肉 挺蠻多的 都贏了好幾千 黃金只是少數了一點點 畢竟哥德衛隊要需要的黃金也不多 我可以等 那MBL我覺得蠻可惜的一點是 他城堡那一波沒有讓 沒有讓那一波直接送進去 洞金佔領到這麼大塊一個土地 沒有把這一波騎士進去殺個一波 撈進去砍個一波之類的 相當可惜 那一波直接硬生生拖回家 然後防守 我不確定 我覺得那一波進去打一波可能會比較好 畢竟回來防守 也是慢慢被哥德消耗掉 因為哥德的消耗能力實在很沉 有折扣到後期真的很猛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再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